国航的PS5登录港服之后 它也是可以登录国服的 而且支持切换 我们在同一台PS5上 可以登录很多个账号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主账号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A账号 港服的账号设置成PS5的主账号 那么B账号也可以玩A账号下载的游戏 比如我现在这个账号就是港服的 我这里面还有一个国服的账号 国服的账号 也是可以玩港服会员下载的游戏的 比如这个非法RR是可以进的 但是默认情况下是不可以进的 它会有提示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回到主账号 来到设定 左侧的用户和账号 左侧的其他 右侧的主机分享和离线游玩 允许这台PS5的任何用户游玩您的游戏 或者播放您的媒体 即使主机已离线 我这个已经打开了 默认是没有打开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您 欢迎关注小贝宝箱 我们下次见